大家好啊 我是妍妍 我这会儿来大棚了 好几天没有来 你看这些花花都是怎么了 来的一些花间长老长了 我说我来家里棚子不是建好了吗 把这边在大棚里面买的这些肉肉给它拿回去 结果今天来了把我震惊到了这些肉肉 全部开花了 这个是地比 这些肉肉挺好看的 因为这个时间花间太多了 还有这边的这个 这个不是鸡娃娃 我终于分清楚林赛和鸡娃娃的区别了 林赛它这个尖尖还要 哦有点追手 这个尖尖还要尖一点 鸡娃娃它这个尖尖没有这么长 看见没有这尖尖 哦这一个好长呀 还有这边白牡丹 白牡丹也开花了 看 登登登登登登 这个好鲜呐 这颗昂斯洛丝干啥子 要不要这样子长了 差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一个花头上面长了八个花间 这个是雪兔 这边鸡娃娃小鸡娃这些都要回去都要浇水 看这边昂斯洛 雪兔 这会儿在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肉鸡娃这颗是那个桃蛋 这会儿太阳光也没有了 刚刚还看到粉嘟嘟的 这个桃蛋还挺好看的 这边好多法师我也挑了一些 那这边还有一些 还有小法师 小法师其实挺好看的最近颜色 这给大家看一下一大片的法师 法师这个是法师万圣节 然后这个是韶修 然后这个好像是这个是童福 这个是欧植 你不要看着都差不多 其实差别还是有的 尤其是出了状态差别挺大的 这个 这会儿到家了 在大棚里今天去拉了肉肉 然后这边的肉肉就是今天给大家挑的 挑的肉肉都摆在这个盘子里面的 然后每一个朋友都送了一盘自己家里 养的这个 这个自己叶擦的 今天从大棚搬回来的一些小盘的 还有大盘的 大盘的都还在慢慢往家里搬 这些肉肉都是需要再养一养的 因为有的是新种的嘛 这边是配的那个套餐 看这一颗是那个口红 颜色好漂亮的 奥普林娜 然后这一颗是那个 哈利沃森 然后那个预备洞云 反正就是一系列的 这里还有一颗 这一颗是那个绿蔷薇 这边这个肉肉 这个小盆的 你看 然后这些肉肉是在那个就是 上次两万块钱拿回来的那个肉肉 不是好多 它根系不太好了嘛 我就把它全部给脱了 脱了之后 然后重新上个盆 现在还没有第一次给水 这个是我那天手痒痒 给它喷了一点点 只是这几颗 然后把这些上盆 等长好了 再拍照的 看这些 其实上了铺面 是用这种小白色的盆 撞着还挺好看的 就是现在你看看 这些都是 要不然就是没有根 要不然就是那种砍头的 就是头嘛 它根系没长好 我重新给它种的这些 这是上次给大家发过的这个 然后预备洞云 预备洞云我自己种了 你看 我个头 一二三 这颗头好多呀 这个我自己种着 种着等到下半年 因为像预备洞云 好多肉肉在我们这边 都是要等到下半年的时候 温差大的时候 它才会出状态 看一下上次拿回家的拼盘 本来说回家控设的 结果拿回家就包塞 结果 就是太包塞了嘛 这颜色一直都没有出出来 这颗是啥 还蛮特别的 就只有先养着 有喜欢拼盘的朋友 也可以告诉我 到时候单独给你们拍 这颗头